台东县27日新增了272位确诊者 而其中有248名为户籍或居住地在台东 另外24名则为外县市医院通报 而目前台东县累计确诊个案来到47,432人 台东县卫生局也呼吁在开学前年满6个月以上的幼童 可以尽速完成疫苗施打以提高保护力 台东27日新增了272名的确诊者 其中248人属于户籍设于台东或是居住在台东 另外有24人则是为外县市医院所通报 累计至今台东全县已经有47,432人染疫 目前居隔者尚有504人 居家照护县管人数为1,700人 另外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学日 台东县政府卫生局也呼吁 目前国内COVID-19的疫情有逐渐升温的趋势 且依照中央统计 国内12岁以下的儿童重症累积有187例 0-5岁占了124例 约有66% 6岁至12岁有63例 约占34% 在儿童重症个案当中 有161例从未接种过疫苗 占总体的86% 而随着Omicron以及BA5 疫情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卫生局也呼吁 符合疫苗接种资格的幼童以及民众 应尽速进行疫苗施打 才能够提升保护力 降低染疫时变成重症的风险 记得陈建林台东市报导 北厂 北压 驾